高登一週娛樂 今天是2023年第13週 今天我都篩選了一些本週最具代表性的娛樂新聞 不是一些話中取中 而是對2023年有一個深遠的影響 以及對它所關注 加一些網絡熱話 就造成了每週的高登一週娛樂 第一件事不用說 今週最多人說的就是 姜濤究竟丹不丹菲好 其實早前高登仔在若干的影片都說過 姜濤丹菲要考慮的因素 就有若干幾個 譬如說 Macaville肯不放人 放人的價錢 如果他放人的話 或者Macaville撿的話 他將高雅阿阿阿阿阿阿阿賈菲 可能能賣到他的老年這麼遠 荒廢的角度 也不等以前 不是沒試過的了 還有一一點就是說 如果他真的要賣匠利的話 還有一件事需要留意 他究竟賣給誰 香港有實力的娛樂公司是沒有哪幾個的 不過呢 這個題目就有很多個想法 近來就有幾個有趣的做法 第一 會不會自己姜濤 我們這麼人才整整 會不會自己集資集資 一個娛樂公司去買姜濤啊 為什麼近來我可以分析給你聽怎麼做呢 因為近來我們考慮了一個要點 忽略了 因為賣姜濤不難 賣姜濤背後的支持者難 為什麼解釋這個意思呢 就是說姜濤現在在在商延商 最大的價值就是有一大群的鐵粉 那些鐵粉就叫做姜濤 他們是不變和忠誠度是很高的 一夫百姓的 姜濤代言哪個產品 哪個產品就賣團士 當然 如果BR沒有做錯的話 近來就不敢說 那麼 只有姜濤做任何的東西 都有一大群的姜濤 去支持 支持 顯示 團結 力量 每天都做同樣的部署 是吧 不過這件事 我想正正就是姜濤要賣給別人的一個最重要的逆軟因素 老實說 姜濤自己熟身就基本不可能了 姜濤 ViuTV 一定出一個天價 到姜濤自己出價不到 唯有一樣東西就是我們自己的姜濤雜資開一間公司 我相信我有時開了這條頻道 有很多很有智慧的姜濤跟我聊天 如果要開一間公司 如果你說當時開一間公司的姜濤 叫姜濤娛樂有限公司的 那就找姜濤做一些 那就記住 月華高登仔一份 我專門幫你們處理這個頻道的問題 OK 那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你成立了一間公司 特別我覺得 是不是用後援會牽頭 並不重要 因為後援會現在其實都跟Mercadville都有話說 那究竟他們是不是一個適合的人算呢 再靈恆再談 但是如果姜濤想自人自了一間公司 去買回姜濤回來 其實是還有很大的空間和可能性的 是不是 以我們這麼多人的財力 每人每人給多少錢 每人可能給一萬元已經夠了 分分鐘 每人給一萬元已經足夠買姜濤 一萬元我想很多姜濤都不自在 當然有些是難出的 那就出賣你們那份幫忙 沒什麼所謂的 是不是 有些姜濤很慷慨解囊的 促成這件事 那就開個價 因為為什麼我說 如果找姜濤成立一間公司 是有機會跟Mercadville說到呢 因為很簡單 只要Mercadville不肯賣姜濤給你們 就是不肯賣給姜濤公司的話 那以後Mercadville就沒有運限 是吧 霸賣所有的產品 霸看所有的節目 我相信都很困難 如果擴大一點來說 如果不是只想 我也知道有些不是姜濤 都聽我的頻道 如果叫做腦洞大開 我們用內地字眼 腦洞大開 這樣可以集合所有Mercadville的力量 直接買Mercadville回來 買Mercadville回來 我們用不同的姜濤 或者是不同的十二子的粉絲 集合十二子的粉絲 一起買Mercadville回來 看看用多少錢 那我相信就有這麼多錢 但是這個難一點 是不是難一點 因為如果要買Mercadville回來 都相信挺難 但是如果鐵鏡粉 集到G全部人一起買的話 又可能有機會 那可能跟Mercadville講 是不是同樣的理論 跟Mercadville講 如果你不買Mercadville 12G給我 我就以後就罷看Mercadville的 所有的產品 所有的產品不買 你們做的節目我不看 這樣 那到Mercadville要考慮 就賣給你們 以一個價錢 這個是腦洞大開去想的方法 即是好過現在 好像出現了一些問題 又解決不了 那這個只不過是網上一些想法 還有高登仔 我都看過不是沒可能的 不是沒可能去做到這件事的 所以大家想一想 可以研究一下最終的方案是怎樣 那另外一件事 那另外一件事 是有很大力的娛樂公司可以買的 但他們買的東西 就要衡量回一件事 Mercadville會不會計算所有的薑糖 或者是香港的價值去連姜濤一起賣出去呢 不知道 或者是 究竟 一個很重要的意願 我自己都講漏了的 就是姜濤自己的意願 姜濤願不願意獨立成君呢 是吧 獨立出來發展呢 姜濤不知道的 他這麼重兄弟情 是吧 他這麼疼他身邊的人 是吧 愛護身邊的人 可能分分鐘他知道一樣東西 就是說 如果他一離開MIRROR 可能那些兄弟沒有飯吃 就講到這裡 姜濤就不肯出來獨立發展 是不是 我自己近來都想少了姜濤的意願 我想姜濤的意願是非常重要 重要過姜濤的想法 就是重要過 譬如我自己都是姜濤 其實我想一下 其實我們的想法 是不是比姜濤的想法更加重要呢 當然不是 姜濤的想法最重要呢 他想不想獨立成君 只要他一想的話 我們姜濤籌錢都籌到熟到他的位置 但是如果他不想獨立成君的 我想都沒什麼人可以逼到他 就是我想 還有如果他真的不想出來住的話 我想我們自己姜濤都一定要尊重他的意向 雖然我們替他不公平 替他不值 但是我覺得姜濤的意願都是非常之重要 我們真的要一個全盤考慮的因素 所以他丹不丹飛呢 我覺得這件事真的要從他的口 如果有一天姜濤以他的性格 如果他覺得丹飛是應該的 適合的 去想清楚的 我想他一講 一呼敗應 我們籌都籌錢到給他 熟到新 所有姜濤 我好肯定可以得 我現在好有信心 所以我們就 就是拭目以待了 那麼就看下 跟著下來 Markerville的發展又如何 姜濤的發展又如何 會不會有些重大事件發生 令到整個局面就扭轉了 那另外一單值得要講的新聞呢 娛樂新聞就是 林敏聰近來就在這裏嘲諷 現在的歌手 只是口白抹而已 不是一個創作歌手來的 話說林敏聰就是開演唱會 或者是開一個連場 兩場的個人作品展 當然 他當然是 以林敏聰的性格 當然是嘩眾取寵 想著真是有一大段的新聞 或者說一些激情 去博取一些媒體的垂青 去幫他做宣傳 這樣 那麼 今個星期 就是 就是他那個宣傳呢 就雖然呢 攻勢是凌厲 但是呢 他呢 其中的講到一樣呢 高登仔也看不過眼 他就說了 之前就講到 陳奕迅是最後一個樂壇的天王 然後他就發表了一個極其的言論 就說 即是說 現在我的創作歌手 就懂得口默默 即是說 不行啦 當然別人都說他老套的 對不對 別人都說他以前你的歌 聽的時候覺得不老套 現在聽起來覺得老套啊 這樣就說 即是基本上呢 即是互踩這樣 但是老實說 現在的樂壇 基本上MIRROR清霸 那麼有網民都質疑 喂 林文聰是不是現在拍攝MIRROR 等等 MIRROR其實都是一個創作歌手來的 基本上 是吧 MV又自己做導演 是吧 又自己嘗試一下 在這個唱歌方面做一些主導的工作 是吧 又加上其他不同的歌手一起唱歌 那這些還不是一些創作歌手 那麼 林文聰是不是拍攝啊 欸 那我又不知道 不排除這個可能 你知道林文聰講話就很難講的 是不是 一分鐘他們拍攝MIRROR 十二指都不定 因為現在整個樂壇最紅的MIRROR 你說其餘一些歌手 究竟是否紅得過他們 當然MIRROR十二指有自己的長處 以及創作的能力 但是作為林文聰 我經常都強調說一句 林文聰你作為一個前輩 是不是 好心就不要這樣去拿那些後輩的抽落後輩的水 是不是 你自己都一代 是不是 作詞作曲 是不是 我都不記得他作詞作曲了 有一定的成就 有一定的成就 作出這麼多的歌出來 你都還要去找些後輩抽水 是不是 哎呀 我都明白 你開演唱會或者做一些活動 你是喜歡ROYS的 但是我覺得你要ROYS 你就抽第二個你的好朋友 是不是 你很多好朋友的 是不是 你有很多那些前輩的好朋友 你可以抽阿譚英倫 阿曾志偉那些都是你的好朋友 那你抽他們水 那你不要抽一些 即是現在有心有力去搞好樂壇的後輩 那我覺得 有點兒哪個而已 我自己看不過眼而已 是不是 你其實這樣做是很無謂 還有令到人覺得你很小家 是不是 那最重要是 你作為一個前輩 是不是應該擔當一個 鼓勵後輩的身份呢 就不要整天在那裡 就是抽後輩的水 說後輩現在就不行 這樣說到自己不行 那你這樣說法 令到 真是會令到人覺得 你是老而不尊 俗稱老而不 OK 即是你老了 是應該要尊重你 但是你做一些行為 令到人不能夠去尊重你 這樣你就會變成老而不尊 是吧 那這件事真的要自己值得留意 我自己高中仔 都希望勸喻你一句 做前輩有做前輩的品價 如果你沒有了這些品價 就真是很浪費了自己上半生的人生 那下半生就更加坎坷 是吧 那下半生都不如 是吧 你作為前輩都要講一下規矩 是吧 是吧 不要經常做這些樹大招風的事情 是吧 是吧 你現在身邊這麼多資源 這麼多地位 沒有理由還去講這些 去找後輩的水來抽 然後就去令到自己有些能力去 去公開自己的活動和作品 那我覺得都真是很低樁的一個手段 那我自己都是很失望的 對林敏聰 那這個就是一個娛樂新聞 還有它造成一個不好的風氣 那第二天就有很多人為了彈球 公開自己的活動 是吧 去加強自己的一些宣傳活動 那這個抽 那下次就抽MIRROR逐個逐個水 是吧 可能下次就抽林家謙 是吧 不出奇了 這些風氣 風氣不可掌 風氣不可掌 高登仔最看不起 OK 另外一單近日就最流行的娛樂新聞 就是這個素凱琳 這個香港出產的AV女 就說去日本拍AV 我不是說想評論 究竟對與錯 或者如何道德觀點 因為可能現在已經沒有人再討論這些範疇 但是近來有一個很新的東西要談一下 就說有很多貨車司機 我們在網上也看到很多貨車司機 就把素凱琳這個AV海報貼在車上 那大家呢 即是隨街都看到很多這些貨車 就很多貼了去 那你們自己可以留意一下貨車 那網民就想說些什麼 就說咦 這樣會不會影響了這個交通安全啊 就是因為 說真的 你就算不是說素凱琳的粉絲 雖然呢 其實 他也是叫做香港人 衝出國際 對不對 他這個 第二道就是展開新的事業 其實真的 有時候可能這個世界真是笑貧不笑窗 有時候他可能做到這件事 我看到網上負面的東西 就不是太多 很多都是支持他 我那些不只是男性 有女性都支持 可能真是笑貧不笑窗 有很多貨車司機 就以這個貼這個素凱琳海報為之光榮 這樣 即是當是支持本土的藝人事業 這樣 充足國際去日本 開拓新的演藝事業 這樣 但是有網民就關注 喂 你貼這些海報 雖然不是說三級海報 因為當然你貼三級海報 就會被警察抓 筆下照 隨街貼 特別貼一個貨車 喂 但是你貼一些這麼性感的海報 會不會影響到其他司機行駛的安全 究竟我看你把海報好 還是看前面的交通情況好 很危險 我想有網民都叫當局了解這個情況 在這個車身 可能畫公仔都很平常 但是你說這些海報 真的有機會造成很危險的交通意外 大家要關注一下這些 留意 大家千萬不要忘記 這個馬路如虎口 如果大家不小心的話 就很容易造成這個意外 所以大家這段新聞 就當了解一下情況 就密切留意 另外一則新聞就說 李克勤將會2023年再開演唱會 在3月29日公開發售 就說6年之後就沒有開演唱會 那6年就是疫情期間 沒有開都很正常 那就開4場了 這樣就說 在2023年之前 曾經跟別人合作過 這個香港管言樂團合作過的李克勤 這次再開演唱會就相當開心 9月6年 是不是2003究竟說什麼 這篇報導 是2003 原來6年 在5月13日至16日 就由AXA贊助 很多人就說 可以不可以啊 究竟有沒有人聽李克勤 那其實高登仔說回公道說話 李克勤開演唱會就不會沒有人看的 我告訴你 還有呢 李克勤就 他之前跟阿倫 就是跟阿譚詠麟 真的很朋友 那樣 但是這次他開演唱會會不會 他招呼阿譚詠麟一起開演唱會呢 就真的不知道了 究竟發生什麼事 我們都不得而知了 究竟他開演唱會的情況有沒有人買票 有沒有人買呢 都不知道了 因為現在的天下 MIRROR的天下 對不對 MIRROR的天下 MIRROR的演唱會都還沒有買票 那你呢 開個演唱會 究竟有沒有人看 真的不知道 因為近來呢 都是 老實說 一些舊友歌手開演唱會 都不是太好成績 譬如說之前 楊千華 肥媽等等 其實都不是太好成績 這樣 有很多空位出現的 好像梁詠麒都一般的 那所以呢 李克勤這次開演唱會 我自己都官網 官網態度 雖然李克勤 他都不是喜歡做炒作的人 他都是以實力歌為主 但是現時的環境 除了MIRROR開演唱會 會爆滿之外 我也相信應該沒有人會爆滿 還有近來發生了這麼多事 究竟李克勤是否可以 開演唱會合適的時機 都沒有人知道 那麼 至於網民怎麼看呢 網民就說 其實現在跟高等仔的想法一樣 現在更多舊人 已經更多舊人 舊的歌手開演唱會 個個都好像一般的成績 那是否一個合適的時間呢 還有大家 開演唱會 幾百元至幾千元 買一張票 現在是否有一個合適的環境呢 那就不同了 我自己覺得是否合適的環境呢 就沒有關係 是什麼人唱 喜不喜歡進去看 這個才是最大的關係 如果我假設一句 如果現在姜濤 開個人演唱會 開十場的 我想十場都爆了 對不對 所以其實我想是人的問題 很少是經濟環境的問題 所以我也擔心 李克勤開演唱會有沒有人聽 在我做這個一週娛樂新聞報道 其實李克勤開演唱會這件事沒有太多人說 但是我覺得作為我一個很舊的 即是長了年紀的人 對於李克勤都有一種尊重的 希望他成功 開四場我想不難銷票的 如果真的賣不到的 就捐給人去看 有很多社會機構都需要看 對不對 通過人家的手去捐給人家看 都好過有空凳在這裡 OK 話說黃浩信和Yoyo已經正式離婚了 做了十一年夫妻了 而且說Yoyo要接受情緒治療服務 原來他們結婚了十一年 還有一個適年 即是十歲的女兒 即是奉紫成風 他說實際上當年 女傳分辨甚至關係破裂 終於在3月中 就有封面報道 就說他們兩個已經正式離婚 結束了十一年的婚姻 而且說Yoyo接受了另類治療 抒解負面情緒 什麼叫另類治療 看情緒病就看情緒病 見心理醫生就死了 另類療法 是不是說那些香薰治療 那些叫做敲過那些叫什麼 經常都忘記了 敲我的銅碗 即是那些燈一聲 就有了呼喚情緒 那些另類治療 那陳奕迅呢 不是陳奕迅沒有信 就寄成工作 主攻內地市場 但是其實這篇報道 沒有說他們真的有正式離婚 那 他說其實社交平台 沒有分享對方照片 不禁令人推出女人婚 甚至關於破裂 這就是其實 沒有證據 沒有證據說別人離婚 那 那 說真一句 我覺得這些真是 你問我 我自己覺得不像 對不對 如果要離婚 早就已經散了出來 那些消息 但是 其實 我這篇報道都沒有說證據 是疑似的 即是大家不分享大家的東西 對不對 那有些人是的 那 不一定要分享對方的東西出來 可能合照都不用分享出來 那現在什麼世代 後現代 即是後網絡時代 大家不用分享大家的東西出來都可以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就不是我相信 但是你說他們關係好不好 我深信 深信他們的關係都不好 對不對 我深信他們應該都是關係差 至於你說是不是做新聞 我覺得不像 因為我覺得 黃浩信早前在TVB拍劇的量 和第二位 加上Yoyo是她太太 我相信 這些東西都不像是一個 真的會離婚的現象 我覺得不像 那反而我覺得 即是有一個 那些叫做 那些叫做 怎麼說的 即是 張志恆 和她太太 其實我本來都不想說這件事 他們兩個 一年說幾百次離婚都離不了 然後近來又說賣這個淘寶貨 好像是她太太開了一個網店 是賣韓國衣服 然後原來就賣淘寶貨 那樣 然後被人踢爆了之後 然後就撐說 韓國人都有淘寶貨的 那樣 他可能買韓國的東西 可能我的韓國人就賣淘寶貨給我 咦 這樣解釋都可以 接著他就叫網民給一條山路去走 我心想 不如你們兩夫妻給一條山路網民走好嗎 你們 喜歡就 三五七天就說一次離婚 但沒有一次是真的 這些囊來鳥的故事 小時候都聽得多了 你有個人 是吧 說得多謊 就沒有人相信 即是你們現在搞到要買 其實我覺得賣淘寶貨 其實不要緊 但你說明給別人聽 對不對 好像現在賣一些 十二MIRROR的公仔 如果你是淘寶貨 那你就說明是淘寶貨 你幫別人光顧淘寶貨 是不是 你弄一些紀念品是由淘寶幫手製作的 那你就說明了 你不要假裝是香港DIY才行的 有什麼所謂 對不對 你給別人找到你 話就說香港DIY 本土出品 但轉頭原來是用淘寶貨 來充餐場面的 這樣就很嚴重了 所以有之一日 如果高燈仔出這些紀念品 我不知道 可能現在Mirror View 都不准這些MIRROR的產品出 可能我出 我可能為了降低成分 如果我自己弄 我就會說我是DIY 如果我是通過淘寶訂的 我就說淘寶貨 就是買不買沒有所謂 最重要是不要說謊 這個世界 對不對 如果我真的淘寶貨 我就說明淘寶貨 我都留意大陸的新聞 有什麼所謂 對不對 你喜歡就買 不喜歡就不要買 就是不要騙人 我覺得這個世界 是不是 如果你真的淘寶貨 你的利潤多些 要來賺奶粉錢 有什麼所謂 你就說明 你不要說自己親手做 或者是韓國貨 我當然不知道這件事 是來龍去物 但是高燈仔覺得張志仁和文敏 她太太也很煩 正正經經做實事 好嗎 不要經常在這裏炒作離婚 就是我把陳奕迅和Yoyo比較 他們都經常說分辨 跟張志仁和文敏一模一樣 兩對人都是炒作新聞 我覺得某程度上 對吧 就是有時候 我們都很多事情要理 我們哪有空理你們的婚姻狀態 對不對 但是我覺得作為藝人 你們除了炒作自己的婚姻狀況之外 其實有很多事情你們可以做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真的 不是太可取 這樣做回真正藝人做的事 給這條山路網民閒之真 知道嗎 另外一單就要說 TVB這次真的裁員 裁了200人 省了2.6億 有些節目如果收視不好就要腰斬 為何要說這件事 我覺得 就是一件事 大家都知道了 娛樂圈行內都知道 TVB是不喜歡炒人的 對於炒人這個文化 是完全是很少的 他喜歡留人 他很難炒人的 但是這次他都下定決心了 因為我想他的業績 或者是 其實之前有個報告 是收睇他的人 是沒有下降和上升的趨勢 但是在賣廣告的成績 是有下降和下跌的趨勢 所以這個盈利會減少 如果你說沒有少了人看TVB 但是他盈利下降 那就是出現了什麼問題呢 用一個很簡單基本邏輯想法 就是他們開支大 對不對 他們開支大 就要縮減 現在裁200人 以TVB這麼多員工來講 裁200人少 我自己覺得 如果你要挽救TVB 起碼要炒2000人 我自己覺得 你起碼要炒2000人 我不是說要令到人失業 但是如果你說TVB要挽救自己 我從一個理性角度 因為他現在被ViuTV打得看 ViuTV有MIRROR 但是TVB不能做到MIRROR出來 ViuTV有MIRROR 所以在此消比搶之下 TVB就要裁減人 對不對 當然老實說 如果不要看節目就剪掉 對不對 如果你們真的要炒人 那就要安排一下勞工法例 做得妥當當 還有可能幫他們轉型找工作 對不對 我覺得這些事情是必須做的 作為良心企業 但是以我們行內人知道 TVB是不流行炒人 但是anyway 我也希望 不要再走這個亞視的道路 TVB就最好不要倒閉 因為如果TVB倒閉了 TVB倒閉了 就只剩ViuTV 有線開電視 我希望他不要這樣 其實他不要這樣 不過我都看到他都 山窮水盡 所以他不要這樣 其實他不要這樣 其實他不要這樣 其實炒人是一般的 不過我都看到他都 山窮水盡 希望他努力一點 只可以這樣說 另外一件事 就是關乎一些網絡的 說茶讀室 嚴叔 楊俊賢被爆出軌 宣佈停止活動 聽我的頻道的觀眾 未必知道什麼叫茶讀室 茶讀室就是一個 在網絡YouTuber 專講一些哲學理論的事情 嚴叔就是其中一個主持 他叫楊仲賢 花名嚴叔 就讀哲學系 話說這件事 詳細內容就講 總之他一直 其實他結了婚 因為他做了YouTuber之後 就認識了一些女生 認識了一個女生 欺瞞自己已婚 然後就有些婚愛情 Anyway 他都已經承認了這個錯誤 亦都覺得不可以再做這些事情 亦都在茶讀室就停止了活動 為何我這樣說呢 就是說 很多YouTuber 雖然現在我也是YouTuber 很多YouTuber有時候 不知道是不是太容易成功 譬如他這條頻道講哲學 真的打出了一條門路 我都看著他 從沒有人看到現在很多人看 他打出了一條門路 不知道是不是太容易成功 令到個人飄飄然 因為其實我不是太容易成功 我是很艱難經營得 對吧 很難經營得 我真的 每一個 支持我的頻道 還有 做我的會員頻道的人 我都很好珍惜的 所以 我不知道是不是太成功 而引致到這些 這些烏里馬柴的感情關係 就容易發生 這樣 那 我就自己覺得麻煩的 這件事 那 真的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樣 純粹 結身至愛 做YouTuber都要有discipline 是不是 每一天外面都是discipline 是不是 跟你們答應了 要講一些東西 我們都是discipline 所以做YouTuber 是更加要discipline 是不是 千萬不要搞這些男女事情 搞到自己回不了身 就無謂了 自己經營這條頻道 有心的經營這條頻道 為了這些這樣的東西 而令到自己這條頻道毀滅 兼連我們的partner 毀滅這條頻道 那就不要了 所謂自在而不可活就是這樣 高登仔就是這樣 今天2023年第13週 高登一週娛樂就是這樣 多謝大家收看 支持我的頻道 支持高登仔買一部新電腦 做更加好的影片就是這樣 加入會員頻道 下一個星期再見 拜拜 完成 最後的資訊 節目 開運動 今天 寻吧 twitch 發生 好 驚喜 消誥